搭上双层豪华游艇前往泥兰龟山岛的牛奶海 拿起手机狂牌美照 乘比基尼在船上坐浴光浴 下水玩SUP 搭游艇出海玩 成了国内越来越夯的旅游行程 好恐怖啊 加油 到底有没有滑 没有 但是我就想要又注重就是比较影子的部分 我想跟太多人一起 所以我每年其实都会喜欢跟就几个好姐妹啊 然后自己包小船 然后来这边就是享受阳光啊 对而且呢船上面还多了KGV啊 还有电动马甲的桌子 是我之前完全没有体验过的 你要玩是不是 欸这个好大哦 是超大桌的耶 北部内河还有一些像淡水那边的游艇 询问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店家商家公司入手容易 可是全台湾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可以停泊的码头太少了 相对的游客或者是旅客他们想要知道游艇的相关讯息也比较难入手 根据交通部航港局最新资料显示 国内自用游艇登记数目前共有1140艘 比10年前多出5.78倍 A自用游艇更从只有3艘暴增84.6倍来到254艘 而全台专供游艇停靠的有1235席 可供游艇停泊的游港则有193席 但若以游艇增加速度加上政府开放海洋的政策 后来势必面临不畏不足的问题 如果全面都上来了之后 一年好几十个亿百亿都有可能 台湾依我们的人民的人均收入GDP 跟我们的人口数量 我们现在合理的规模要4万台的游艇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只有一千多台游艇 目前交通部也积极推广游艇观光 已投入5.51亿元金费 预计2025年游艇博位要增加到1600席以上 除了博位问题要解决 现行游艇旅游受限于传播法 同比旅客必须在同一地点上下船 也就是A点不能B下 另外出海也得向海巡署申请提出报备 都被认为不够开放 对发展观光造成很大限制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向其他海洋国家做致敬 其实像美国的部分它在对法规的开放是非常非常的宽松跟开放的 这样才能鼓励民众去更容易的去亲近海洋 所以A进B出或者是说同点进出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多思考 仿照先进国家的政策去做开放 A自用游艇可以改成营业用游艇 相关的使用的条件可以放宽 比如说A港进出这部分我们就会把它做收拔 台湾的国安的需求 确实会跟其他的国家不见的情境上面都是一样 我想大家其实是可以很了解这件事情的 怎么样子是有效的管理的方式 但在有效管理的方式上可以简化相关的程序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方向 未来包括我们跟渔业署海巡署 跟我们的系统 我们可以针对出海人员的名册的管理 跟名单的一个掌握 我们在法规上面会做一些松拔 上海致敬 航港局强调法规将逐步 朝开放方向前进 民间则希望在政策松拔后 台湾人能真正打通 属于自己的蓝色海洋公路